不要再往前啊,好不好? 各位大哥,像市長大哥不太知道 那個,是不是29號的時候你們是 跟過去的新聞局這樣子的政策是 我們希望29號的審查會能夠順利 所以前天龍部長 因為鏡頭大家都抓得到 前天龍部長特意邀請審查會 交換一件 對於他們希望在這個審查會上 有些問題,我想先交換一件 能夠排除在到時候審查會進行的時候 會應徵 我想那天 出席的審查委員會 讓大家都有限的善意 市長,你沒有回答問題啊? 那個,會不會公佈 那個名單會不會提前公佈? 審查委員會有 都可以審查會有 會有適當的注意方式 我現在也不方便替審查委員來回答這些事情 怎麼會是審查委員的事情呢? 他們同意 他們同意提前公佈 但是還沒有那個 文化部不願意嗎? 文化部不願意嗎? 不是文化部不願意 這個東西考量的因素 不是說文化部不願意 我們要顧慮到被推薦的人選 以及審查委員 他們在審查上面 方便這些文化部不願意 這應該不是密室的那個吧? 怎麼還有那麼機密嗎? 當然 這個,我講的比如審查委員 他有開會才會 那這一段時間到二十九號之前 審查委員還會再開會嗎? 不會 不會 不會審查委員這樣公佈 那這樣子就不會提前公佈了啊 所以,市長你還是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啊 他們需要得到的資訊 所以目前還是說 二十九號之前 這個名單的公佈 這個問題呢 還是還沒有獲得解決 還是要等到審查委員當天的決議囉 我想審查委員 他們在審查時候 需要的就是資訊 他們已經可以做 適當的發展 或者他們應該得到的資訊 所以我們現在是跟新聞局以前一樣 是不是? 前兩個小時 還是前一個小時 還是前三個小時 這個到時候 我想是他委員會 他們會正式被外出門 所以審查委員這邊 有相關 就是有一個主席 或是說他們來 跟我們來說明燈 我想是跟任何會議一樣 都會有公佈會的 比如主席 或者正式被外說明的委員 來做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跟台下說 冠軍部長是下個月 會有一點參與在論壇時 是否有活動 另外10號是不是也有 可以在軍 我想下禮拜 應該是下禮拜 軍就會有 那麼 文化部會 真是非外出門 一些明顯的事情 10號不能回答 10號能不能冠軍時間 我想這是其中之一想 那相信我們 是看法的專心 現在目前我想 它是如何 這是真正的 一套一套的作業 好 我想各不來出發 我們今天要點三個 好 補充請教一下 就是 關於 之前在新聞局 兩次審查會 選出的董監事 那不曉得 在這一次的一個審查會 會做怎麼樣 我想這是 也是新的一間審查會 我們就 以新的審查會 新的一種程序來看待 所以 你之前選出的董監事 就先 就不會列在這一次的 已經既定選出的名單裡 我想這些都已經經過討論 到時候有審查會 會 他們在開會的時候也有 完成 所以今天是還沒決定嗎 請問一下 上一屆有員工董事 是這樣的一個制度 而且是經過員工自己票選 請問一下這一屆還有這樣的一個 提議員工董事 怎麼產生的 我現在也 怎麼講 是有員工的代表 是有員工的代表 但是 就是 我不知道 不清楚 但是 就是會過去 他們的票選 所以產生的方式就是 退步 產生的方式 退步 不是經過員工票選 我想 推薦出來 也是具體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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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